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里基亚 要跟大家分享 宝宝多大上幼儿园最好 我如何替我的孩子选择幼儿园 我经常被问到 孩子几岁上幼儿园比较好 和我自己会建议上哪一种幼儿园 好 那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已经是9岁和13岁了 所以这些问题呢 我自己都经历过 因此我今天想跟你分享 我送我孩子上幼儿园的经验和感想 内容会包括 我认为几岁上幼儿园比较好 我认为保姆 家庭式托儿所就是family daycare 机构式托育中心 center based daycare 哪一种比较好 还有我认为蒙特索利 双语外语沉浸 华德福 Vrigal Amelia 哪一种教学法更好 第一 我觉得几岁上幼儿园最好 那我个人觉得有三个时机 是最适合送小孩上幼儿园的 第一个就是 如果家里没有适当的人可以照顾 比如说家长都要上班 或者是家里长辈年纪太大 没有办法照顾 一定要送去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时候 第二 如果照顾者再也无法给予孩子 足够多的心刺激 孩子越长越大 他需要越来越多的刺激和学习 当照顾者已经开始觉得 玩到没有招了 每天面对孩子都不知道要干嘛 孩子看起来也很无聊 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成不变的时候 或许就是该考虑去幼儿园的时候 第三 有时候孩子因为在家里 互动和模仿的对象比较少 可能家里就只有一个 或是两个大人 那他没有其他的同年龄 孩子可以观察 导致在某些领域 可能发展比较慢 比如说说话或者是社交 那么就可以借由团体生活来帮助孩子进步 这个时候送幼儿园的帮助也很大 去上幼儿园不见得一定要是全天的 有一些是半天的 那有一些是每周几次的全天 有一些是每周几次的半天 有一些是亲子教室 是和家长要陪伴的 那么你可以依照你们家的状况和需求 自己选择 我自己的经验呢 是我家老大在不同的年龄的时候 曾经被我三次送到全天的幼儿园 第一次是他三个月大的时候 当时因为我跟我先生都要回去上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